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标准的话在咱们这边结婚的喜宴算是什么档菜 中高档 今天有几个硬菜 有十个吧 十个硬菜 都有哪几个 后面当初 酱煮的 酱牛肉 特色鸡 香肠大虾 二维苏乳 后面当初是什么 这是猪脸 猪脸 对有头肉 这是老汤 煤菜扣肉 这也是八大碗之一是吧 嗯 切的猪肉 牛肉 牛肉 大斗子下锅 这是我们这边的大食物 就是说娘家来的人 这几个要上的 是今天最大的贵宾 看这几个手提袋 上面都有名字 这几个手提袋的位置呢 都非常非常讲究 这顺序一定不能过 这些都是娘家的大银带过来的 挂在这里 这是给来的宾客 我娘家已经来了几个人 都是托个彩虾出个血清啊 八宝蒜 鱼 下面是煤菜鱼肉 这是什么鱼啊 鲤鱼 鲤鱼啊 是鱼河里的吗 鱼河大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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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野生的 这个就是靠尾巴啊 对 才能晃住 金黄色 一只手拿五个 对 一只手拿五个 今天东风有多少桌 五十多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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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多 对 五十多桌 六十多八十多 一百桌 你多这个大鲤鱼大鲤鱼多少年了 从前第八年 第八年 对 赶出师干了六十多年了 老厨子了啊 这一刻开始陆续进场 入习了 酒水上桌 南岭人喝南岭酒啊 开席的两道甜品 鲜花绿叶摆盘 鲜花绿叶摆盘 马辣鱼 够好了 牛肉啊 嗯 大姐这上面放的是什么 老干妈 老干妈 这个没有科技啊 没有 横亨子 鸡肉啊 这是什么捷啊 不是老母鸡吧 lan鲜鱼 就很讲究,像那个平常家里面吃的话,可能是这些老母鸡啊,或者什么鸡 这大鸡的话必须是小口鸡,大公鸡 大手,我都出锅了 这个上面放的是芝麻和辣椒 吃了这个腿 是吗? 六的大量包 这是用来放那个尖椒铲肉的啊 煎焦炒肉 新郎新娘要敬酒了 这是婚礼当中 特别是在那个宴席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炒鸡了啊 帮我达椒放片 花椒 变成个木瓜 帮我吃到的 帮我给你帮我吃到鸡 我给你帮我吃到鸡 三个蛋 我给你帮我做的 鸡肉 鸡蛋 鸡蛋 这个做什么菜 八大碗猪肉 八大碗的猪肉糊 这个是做的鸡蛋汤 这是老实店 老实店 对我们参加八大碗的 这也是最后一道菜 最后一道菜 一般不都是滚蛋丸的吗 这边没有 没有 我们就是老实店 这是八大碗的历绘 八大碗的鸡蛋汤 对 有点像河南的胡辣汤 相似 鸡蛋汤 有点像河南的胡辣汤 菜刚上完 然后就已经有人撤席了 流水席啊 讲究的就是快 一边上菜一边吃 上完菜 然后正好也吃完 就可以撤席了 今天总共是有五十桌 有四轮 已经有五十桌了 所以说 我们也有五十桌 那